這奪蜜露樹砸死的無辜歧視反家的男子 讓原本完整的家庭破碎 其實這露樹是大有問題 我們重回事發的地點發現 這個樹根都被柏油給鋪滿了 它沒有足夠的生長空間 甚至爆出了地面往水溝長去 這樹幹的基部更是清楚的看到 有腐朽重鑄的情況 會倒塌絕不是偶然 然後相關的單位 該誰來負責到現在都沒有出面 道理說那個樹這麼大一棵 一般來講你樹長那麼大 應該樹根應該要砸很深了 藤大仲夫被露樹砸婚 最後宣告不至文太太海訓難以接受 回到事發當時露樹倒塌 樹根遭柏油覆蓋部分基底 靠在水溝內 這棵腐朽朽疑似種植不當 成為奪蜜樹 仔細看到它的露樹上方鋪滿柏油 完全不見直血空間 樹幹受到病從寄生 肌部遭柱空才會倒塌 壓死人 一般露樹正確 種植方式應該距離建築物五公尺 每棵樹直血面積需要 炙守四平方公尺 排水還要良好 對比奪蜜樹的種植地 就在柏油路旁 樹幹根本無法吸收養分 才會因為抵抗力低 遭蟲蛀空腐朽 我先生不能這樣子就走了 我覺得起碼你政府 要給我一個公道 給我一個原因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會這樣子 露樹究竟歸誰管 公務單位還在推 責任歸屬有待釐清 不過路樹倒塌壓死人 已經讓家屬決定要申請國賠 記得簡中方張貝茲 桃園採訪報導